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大堆的问候电话打进来 告诉你 喂 亲爱的 我买了退烧药 买了感冒药 现在马上去你家 你要过来的躺着 不要乱动哦 但是当你颜值低的时候 天哪 39度 我没看错吧 不 不 不用扶针 正可以自己一个人起来去医院 正可以的 真的 同样是吸毒被抓 当颜值高的人吸毒被抓时 大家的反应通常是怎样的 你们为什么 为什么就不能给一个孩子改过自信的机会 他还只是个孩子 他还那么年轻 你们这些要断送了他的前途 但是当你颜值低时 吸毒被抓 活该 吸毒被抓了吧 有俩臭钱就不知道去哪得瑟了 颜值高的人看恐怖小说 那叫做有个性 但是当你颜值低的时候 也去看恐怖小说的话 那就会被别人说成是变态 颜值高的人看推理小说呢 会被别人说做智商高 但是当你颜值低的时候 也去看推理小说 就会被别人说成是潜在的变态杀人狂 颜值高的人呢 穿什么衣服都好看 都会被别人说成是卖家秀 但是当你颜值低的时候 就会被别人说成是买家秀 颜值高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也就是你喜欢的人喜欢你的几率可能会大到提升那么一大截 也就是你去买水果蔬菜的时候呢 可能会便宜那么几毛钱 也就是如果你卖小笼包的话 就很可能被别人称作包子 其实如果你去卖公交车票的话呢 就会被别人称作公交妹妹 如果你去夜市摆个地摊 都可能会被别人叫做夜市女神 接下来由光光给大家高歌一曲 那是七朵还是八朵来着 怎么样 是不是你的心里正在想着 啊 光光家好可爱 光光家你怎么可以这么闷 对 没有错 因为我的颜值高 所以我唱歌难听也就被你们给原谅了 请你善待身边的小丑币 大丑币 老丑币 各种丑币吧 因为这个世界上对他们从来都是充满着满满的恶意 我是光光家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 支持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